青梅爱情长跑十年 终于修成正果 可他却在婚礼当晚自杀 留下一封遗书 遗书的字字句句都是对另一个人的爱恋 他对他深情告白 梅吉伯 如果有来生 我一定不负你 对我咬牙切齿地说道 几伯达 你真是好手段 骗了我十年 再睁眼 我回到了对青梅一见钟情的那天 上一世 我被一群混混围堵 青梅路过就吓了我 可这次 他却视若无睹 奔向了另一个人 一睁眼 我就看到面前几个穿着高中校服的男生朝我走来 手里还拿着铁棍 几伯答 让你递的情书你递了吗 我们老大可不是那么有耐心的 面前熟悉的一幕 让我瞬间明白 我重生了 回到了高中时期 昨晚还在整理柳如烟的一幕 柳如烟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 十年 青梅竹马终于修成正果 可他却在婚礼当了自杀了 只留下一封遗书 现在我重生了 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一定好好珍惜 阻止他的死亡 柳如烟是学校的校华 也是我的邻居 我们几乎每天一起上学 形影不离 很多人都叫我帮忙递情书给他 但我都拒绝了 这其中就包含了梅纪博的 梅纪博是学校出了名的混混 带着一群小弟流里流气 无物正业 更别提学习 就算柳如烟也喜欢他 但两人也不能在一起 一个是成绩优异的漂亮校华 一个是无所事事的混子学渣 怎么看都不相配 我私下里把梅纪博的情书撕了 但被梅纪博的兄弟发现 他们一群人放学后 把我堵在了这个巷子里 准备教训我一顿 不等我多说 他们把我暗倒在地上 一脚一脚狠狠地往我身上踢 我蜷缩着身子不反驳一句话 因为再过两分钟 柳如烟会出现 上辈子 是柳如烟救了我 从这以后我彻底喜欢上了柳如烟 开始长达十年的暗恋 我的目光始终看向巷子口 终于柳如烟出现了 年少的柳如烟活泼清纯善良 他不会见死的走 可柳如烟迟迟迟不动 逆着光 他静静地站在巷口看我被揍 我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希望他能看到我 烟烟我在这儿 救救我 柳如烟视若网闻 只是看着 眼神冷漠地不在想他 过了一会儿 柳如烟身边出现了另一个人 梅纪博轻轻搂住柳如烟 两人甜蜜地相依在巷口 而我快要痛得昏聚过去 一场暴力殴打结束 我艰难地忍着一身伤痛爬起来 柳如烟早已离开 为什么这一世柳如烟不救我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沿着记忆里的路线 一瘸一拐地回到家 柳如烟还没回到家 我坐在小区门口等 天快黑时 轰隆的摩托车声响起 一辆酷炫的摩托车停在大门前 柳如烟穿着粉嫩的连衣裙 从车后坐下来 柳如烟摘摘下粉色的头盔 笑着和梅纪博告别 夕阳下 两人的身影宛如一对神仙眷恶 烟烟 刚刚你听到了吧 柳如烟点了点头 我接着喃喃细语 可是为什么不救我呢 柳如烟看着我 眼神里一片宁静 她平淡如水的开口 因为这是你应得的 几博答 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不清楚吗 若不是因为你撕了梅纪博的情书 我们怎么会错过十年 原来柳如烟也重生了 撕掉情书是我有错在先 可是 梅纪博那人根本配不上柳如烟 我阻止两人在一起 有错吗 我不想喜欢的人和他在一起 有错吗 我突然想起来 上辈子结婚那天 我无意中看到朋友圈的一条动态 梅纪博出车祸身亡 他们在班级群讨论这件事时 无意中说到了那封被我拦截的情书 原来柳如烟自杀 是因为梅纪博死了 因为那封迟来的情书 而我撕掉了那封情书 原来我才是害柳如烟自杀的真正凶手 我还沉浸在上辈子的回忆中 柳如烟又开口了 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狠名 几博答 这一事 我和他不会再错过了 你好自为之 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否则 像刚刚那样的毒打 还会有很多次 看着眼前判若两人的柳如烟 我觉得陌生极了 烟烟 你究竟有没有喜欢过我 从未 上辈子的事我会全部忘掉 和他重新开始 柳如烟和梅纪博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 听说梅纪博为了他感谢归众 成就了一段佳话 但持续不过几天 两人开始整日逃课 双双消失在学校 我们重生在高三这年 还有一年的时间就要高考了 可柳如烟整日忙着和梅纪博谈恋爱 忙着再去前缘 他的成绩下降了很多 月考进退到年纪200名之外 家长和老师都找他谈话 他全然不理 一头扎进去这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里 我不忍心看着喜欢了十年的女孩就此堕落 在一家台球馆找到了他 他正和梅纪博如交四期 稳得难舍难分 我在旁边默默看着 心里却涌上来一股酸涩 我用了十年时间才终于追上了女孩 原来他不是不喜欢亲密接触 只是因为我不是那个队的人 可我还是希望他能悬崖烂马 至少等高考完再任性 梅纪博给了我一个鼻翼的眼神 炫耀般的将柳如烟搂进怀里 喂 好学生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不在乎梅纪博怎么说 我只想把柳如烟唤醒 柳如烟 回去吧 至少等高考完以后再玩可以吗 可他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 让我不要多管闲事 柳如烟很自信 因为上辈子的他是市里的高考状元 上了一所985大学 毕业后也进入了一家大公司工作 我很难受 可我又在不停自责内疚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自私 如果我能一开始把这些杜绝 柳如烟就不会堕落 不会被梅纪博蛊惑 班上的人都在很看好他们两人 毕竟青春只有一次 他们想轰轰烈烈的 柳如烟脸上的笑容 也从来没有退下过 我看着追逐了十年的人 如今似乎也在幸福着 我还有什么资格去管呢 我和柳如烟之间一直有差距 上辈子我付出了200%的努力 才勉强和他考上同一所大学 这辈子如果不努力 等待我呢 是未知 但我是经历过一次高考的人 我深知 一步错步步错 我还是每天花大量时间学习 高中的知识早已忘记 如今重新拾起 还是有些困难 我早上六点就出发去学校 在学校自习到晚上十点才回家 和柳如烟的时间线完全错开 再次见到他 已经是两个月后 柳如烟的妈妈晕倒在家里 脑袋磕在地板上 我经过时正好发现 那时他家里面没有一个人 我连忙拨打了120 把柳如烟妈妈送到了医院 在手术室外 我拨通了柳如烟的电话 打了很多次 可他一个都没有接 最后像是不耐烦般 直接挂断电话 把我拉进了黑名单 思考了一回 我去梅吉伯那群人 经常出现的地方找他 果不其然 柳如烟也在 只是他完全变了一个模样 一副小太妹模样的打扮 一头柔顺的直发 被烫成了大波浪 还画着不符合 这个年纪的妆容 柳如烟 阿姨刚刚摔倒进医院了 现在正做手术呢 柳如烟没说话 梅吉伯替他开了口 我们烟烟想在哪就待在哪 用不着你管 再说了 那个老太婆 死了也好 我震惊地看着梅吉伯 她怎么能这么说柳如烟的妈妈 而柳如烟也一脸 无所谓地站在一旁 柳如烟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了 那可是你妈妈呀 你都不关心她一下吗 柳如烟从前是出了名的乖乖女 孝顺孩子 如今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心一合 上前一把拽住柳如烟的手 拉着她就要往外走 她不能再这么堕落下去了 即使她不喜欢我 我也不能看她自毁前程 怕 柳如烟反手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捂着被她打过的地方 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几波打 别再假好心了 我说过 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 还有我妈 你难道不知道吗 她早就不认我这个女儿了 两个月前就把我赶了出来 只有梅吉伯 是真心爱我 这些天都是她收留了我 柳如烟说完 又走到了梅吉伯身边 深情款款地看向她 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梅吉伯的耳钉在阳光下 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她身上的纹身还有平头 显得整个人都酷毙了 可惜我没有那份勇气 下次再来打扰我女朋友 小心找你麻烦 梅吉伯的几个小弟 把我赶了出来 但我还没问清 柳如烟和她妈妈是怎么回事 带着一腔疑火 我回到了医院 柳如烟妈妈已经做完了手术 还没醒来 我守在病床前 从包里掏出一本练习册做了起来 可却怎么都写不出来 心里一直想着柳如烟的事 柳如烟是单亲家庭 她妈妈一个人把她养大 这些年柳如烟妈妈吃了很多骨 柳如烟从小也懂事 没让她妈操心过 怎么重来一世 柳如烟反倒变得叛逆起来 一直到晚上 柳如烟妈妈才醒过来 苍老的脸上毫无血色 眼角爬满了皱纹 这些年她一个人操劳 人哪 也老得快 她伸出一双干巴巴的手握住我的 眼里闪着泪花 我答 真是谢谢你了 阿姨一把年纪 多亏了你 我连忙给柳如烟妈妈把病床升高了一点 让她可以养躺着 看着柳如烟妈妈这副模样 我心里百感焦急 妈妈在这忍受病痛的折磨 可女儿却在叛逆 在外谈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还是你懂事 烟烟那丫头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三天两头往外跑 学习成绩一天天倒退 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她拉着她 现在快高考了 烟烟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 我真是命苦啊 这辈子就指望这一个女儿能有出息 可现在 我还怎么活呀 原来两个月前 柳如烟和她妈妈大吵了一家 离家出走了 她偶尔回家 但每次遇上都会爆发新的争吵 她索性就不回了 现在的柳如烟 陌生至极 说着说着 柳如烟妈妈泪流满面 老泪纵横 我答呀 你和烟烟关系好 你帮阿姨劝劝她可以吗 你的话她肯定听 我自嘲试地笑了笑 怎么可能会听我的 我去找过她多少次 可哪一次落得个好脸色 但我嘴上还是答应了 我告诉柳如烟妈妈 柳如烟最近只是压力太大 给柳如烟一些调整的时间 她还不知道 柳如烟谈恋爱这件事 柳如烟妈妈像是看到救星了一样 激动地直握着我的手 上一试 无论谁提起柳如烟 总会带上一个吉博打 因为是柳如烟是年级第一 聪明漂亮 而我是年级第二 两人又是邻居 常常一同出现在大家口中 是人人赞颂的青梅竹马 可现在 大家提起柳如烟的时候 她身边的人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埋头苦学 刷着一套又一套题的时候 偶尔能听班上人说起这一对神仙眷礼 听他们说 梅吉博爱及了柳如烟 将她的名字做成纹身 纹在了心口处 他们整日穿着情侣装四处秀恩爱 他们走遍大街小巷 但就是没有出现在教室堂 听他们说 柳如烟为了梅吉博去飙车 还摔伤了 小一瘸一滚 柳如烟想要去哪 梅吉博都会背着她去 两人之间 无比幸福甜蜜 这一世的我 对于柳如烟而言 只是一个陌路人 柳如烟因为常常逃课 成绩越来越差 与梅吉博的道士越来越接近 而我当了一辈子的万年老二 现在终于坐上了 年纪第一的宝座 班主任找我谈话时满脸笑容 吉博答 只要稳住你现在的成绩 高考稳定发挥 拿下今年的状元不成问题 可在提及柳如烟时 她一直不停地叹息 就像是一个位于神坛的人 突然跌落 掉入深渊 无数人为之感到惋惜 只有本人还沉溺其中 乐不思数 高考时间一天天逼近 柳如烟偶尔会出现在学校里 把她的教科书都搬走了 没有人能劝住她 她像是一头固执的野兽 钻进了一个名为梅吉博的牢笼 再也走不出来 班里人也都开始紧张起来 气氛沉闷 大家都忙着完成自己的复习计划 没人在称探他们的绝美爱情 与柳如烟相熟的人 不适会来找我 想让我把她劝回来 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背负着所有人的希望 尤其是柳如烟妈妈的气派 我最后一次来找柳如烟 这一次不再是那些娱乐场所 而是一个他们自己租的单间 打听好他们的地址后 我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人是柳如烟 他穿着一件简约的白色吊带背心 见到是我后 脸瞬间拉下来 你又来做什么 几博答 我怎么没发现你那么像一个老妈子 管这管那的 我余光不自觉瞥向了房间里 拥挤 狭窄 杂乱 我对柳如烟的滤镜彻底破碎 在我的认知里 她一直是个爱干净 香香软软的女孩 可她现在的状态 似乎彻底与满屋狼藉相融在一起 高考只有三个月了 回去吧 在学校里的学习氛围更好 现在复习也还来得及 我说话的同时 房间里传来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梅吉伯 谁啊 柳如烟回头朝房间里大声回答他 上门说破烂的 我握紧拳头 忍下心里的难受 再次与柳如烟视线相对 心平气和的开口 这是最后一次了 柳如烟 回去吧 可她却像看到什么玩笑一样 嘲讽地笑了一声 吉伯答 你不要以为跟我一起重生了 你就能管我 我告诉你 你是最没资格管我的 若不是你舔了我十年 我看在你可怜的份上 我怎么会同意嫁给你 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下次管我前夜 先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样吧 听着柳如烟的话 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词 舔狗 原来在柳如烟这里 我一直是个舔狗 是个备胎 上一世 我跟在柳如烟身后跑了十年 在我心中 她一直是女神级别的存在 对我的态度不远不尽 我以为她天性如此 原来她心里是瞧不上我的 我决定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好 祝你幸福 再见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以后我会和柳如烟彻底一刀两断 再也不关心任何与她有关的事 乔归乔 路归路 从此陌路人 她是死是活 和我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深情冤肿 狗都不当 高考的最后三个月 我拼了命的学习 我其实是个野心极大的人 知道了未来会发生的事 从那一次 我会为自己好好规划 让父母过上幸福生活 考试前一天 我在柳如烟家门口看到了她 她难得没有和她妈妈吵架 但我没有过多关注 只是轻轻瞥了一眼 就回到自己家 她家就在对门 遇见是不可避免的 关上门的沙难 我好像听到她轻轻说了一句 高考加油 这话还是留着对她自己说吧 我肯定会加油 甚至是拼尽全力 这是我人生要卖出去的第一个阶梯 我现在信心满满 斗志昂扬 满腔热忱 对于明年的高考 志在必得 高考正式结束的时候 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下 卷子和上一试的 一模一样 但我只有有八成的信心 剩下两成在柳如烟那 我不确定她是否还记得上一试的卷子 查分那天 我得偿所愿 足足比上辈子高了60分 再一次上岸985 但我选择了另外一种学校 重来一试 我也准备重新开始 我不会再纠结于过去 我要开始新的未来 听到柳如烟分数的时候 我无比震惊 她居然才考了300多分 明明是一模一样的卷子 她却只考了300多分 她的水平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可她人已经失联了 就连住队门的我都联系不上 唯一能知道她消息的渠道 还是从班群里 考完后 班群里又热闹起来 大家纷纷聊起八卦 不免会谈起柳如烟 最重要的 听说她和梅吉博分手了 而梅吉博很快又有了新欢 还是一群混混太妹模样 甚至二本院校都读不了 班群里有人开始匿名聊天 隔着一片虚空的网络 肆无忌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碍于当时人在 他们只敢匿名 柳如烟啊 有点可惜 当时她要是没谈恋爱就好了 对啊对啊 你们看几伯达现在多风光啊 全市的壮业 为学校争光啊 当时我见到青梅竹马 还是没能敌不过天降 可现在看来 还是竹马更胜一筹 可惜了可惜了 梅吉博长的是真帅 但扎也是真扎 无缝衔接啊 柳如烟 梅吉博和我都在群里 但梅一个人出来说话 我是无所谓 不在意 但他们两人 可能就没点开探过 假期利用空闲时间 我玩起了自媒体 未来自媒体和大数据 会是十分爆火的一个行业 流量满天飞 红利不断 光是一个假期的时间 我就挣了不少钱 我还轻轻松松拿下了驾照 最重要的是先攒下一笔钱 然后投资买房 来自未来地人 自然知道哪一片区的房最值钱 重来一试 我专心搞钱 而柳如烟 被一场恋爱绊住了手脚 被那风情书 耽误了黄金时期 不知她是否会后悔 大学时 我也遇到了一些漂亮 而且性格合适的女孩子 和她们谈起了恋爱 但每一段都不长久 我总觉得 她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柳如烟的影子 我一直在读柳如烟会不会后悔 她会不会重新来找我 可是她没有 我虽然嘴上说着 再也不会关心柳如烟 却在听到和她有关的消息的时候 也会悄悄竖起耳朵 毕业后 班群里也不再活跃 大家都各自有了自己新的生活 当我偶然看到班群里 有人发了一张照片 柳如烟 这个人是你吗 我刚刚碰到了 都有些认不出来 我靠 这人是柳如烟吗 真的一点都不像了 我记忆中的柳如烟 还是个清纯笑话的模样 其实我和她们一样 换我 我也认不出来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柳如烟 她过得 似乎很糟糕 好像又很幸福 上一世的柳如烟 优雅 直信 温柔 大方 这些美好的词都能用来形容她 可现在她走的风格 大胆又随心 破腿工装裤 小脏便 无袖背心 其实还有一点哭 我怎么又开始想她的事了 我甩了甩脑袋 想把所有和柳如烟 有关的事都甩掉 她都那么过分地说我 我竟然还能原谅她 根本不可能 一定是我现在日子过得太滋润 又开始给自己找不通款 柳如烟走了一条 我们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的路 她踏上了议考这条路 可是绘画这种东西 光有爱好是不行的 还有要天赋 柳如烟考了一年又一年 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议考 最后她还是放弃了 她没去上大学 也没复赌 而是收拾行李往南方去了 听说她去了大林 在尔海边开了一间民宿 她再也没有回来过以前的家 而梅吉伯继续在老家那边当小混混 三五年就结了婚 和一个年龄不大的女孩 凤子成婚 过年柳如烟也不会回家 她妈妈一个人 身体不好 但又舍不得拿钱去买药 我爸妈见她孤苦伶仃 就常常叫上她一起 过年也在我们家吃团圆饭 我答呀 你有烟烟的消息吗 阿姨手机坏了 怎么都联系不上她吗 我拿过手机 原来柳如烟也给她妈妈拉黑了 所有的联系方式 我爸打听到和柳如烟的消息 都和她说了 年过半百的人 可我妈年纪相差不大 可我妈看上去还年轻有活力 而她早已熬白了头发 自从柳如烟离开后 她像是苍老了二十岁 听到柳如烟在大理的消息后 柳如烟妈妈眼里的泪水翻涌不出 活着就好 开心就好 我这个老婆子去了黄泉也没遗憾 她又开始哀嚎 哎呦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这辈子就这么个女人 还被养废了 我好不容易养大的女人 现在长大翅膀硬了 连回家一次都不肯 这不是白眼狼是什么 不光柳如烟妈妈这样认为 就连我们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现在的柳如烟是个白眼狼 叛逆期早已过去 但她还是这副模样 直到大四那年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 说柳如烟的妈妈去世了 我连夜买了机票飞回去 这也让我再一次见到了柳如烟 但她已经完全不是 我认识的那个柳如烟了 葬礼上 柳如烟穿着一身麻色笑衣 配上那染成浅紫色的头发 怎么看怎么荒诞 我穿着一身黑衣 走到她旁边 想提醒她 至少把发色染回来 不然让其他人怎么样 可我走近了才发现 她脸上是肉眼可见的悲痛 她好像又有点不一样 悲伤中像是夹杂了几分冷漠 几博打 你们来了呀 好久不见 我愣了愣神 是啊 柳如烟 好久不见 葬礼一共持续了七天 如烟妈妈才火花入土 而这期间 柳如烟一觉都没有睡过 在灵堂前跪了七天七夜 晕倒了又爬起来继续跪 这其中的原因 来参加葬礼的所有人都清楚 柳如烟妈妈不是正常生老病死 而是被柳如烟活活气死 那晚 柳如烟妈妈终于联系上她 两人在通话时又发生了争吵 谁也不知道他们俩说了什么 只是柳如烟妈妈当晚就心梗而亡 身体都凉了三天 柳如烟才从外面回来 来吊咽的人 都对柳如烟指指点点 颇有微词 这个不孝女啊 她妈妈一个人把她养大都不容 现在还被她气死 她妈妈当初拼死拼活都要留下她 没想到啊 养了个白眼狼 都说养儿防老 养了这么多大 她经过一次孝孟 还有她那个头发 五颜六色的像个妖怪一样 不容不类的 柳如烟安静的跪在灵堂前 肝脖脆弱的身子好像风一吹就会散 旁人的指责言论每一句都像历解 深深的刺想她 我仿佛看到她身上一个个鲜血淋漓的窟窿 入土立杯那天 柳如烟在墓碑前重重的磕了几个头 脑门磕破溢出了血 但旁人怎么都拉不住 在大多数人都离开后 柳如烟好像才彻底放下负担 在墓碑前放声大哭起来 哭声悲痛又凄惨 妈 对不起 这些年来 是你一个人辛苦把我养大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 但我不是个好女儿 下辈子换个女儿吧 女儿不孝 我正欲转身回去的时候 柳如烟叫住了我 那天我在墓碑前守了柳如烟很久 听她说了很多心里话 她似乎把对她妈妈的亏欠全部哭了出来 柳如烟 节哀 我的心里百感焦急 说不定是心疼还是嘲讽 可能都有 都是她自作孽不是吗 重来一世 如果她好好珍惜把握 还会变成如今这个结局吗 人生无常 生命一世 不是每次都能重生轮回的 我开车载着柳如烟回了她的家 她开始收拾旧屋 屋里的一切早已变了模样 人不过几天不在 却一点人味都没了 落了满地灰尘 和柳如烟待久了 我感觉浑身都有些不自在 留下一句人死不能附射 柳如烟你要看开点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重生的 我飞快离开了 晚上 柳如烟再次敲响了我家的门 她说她想去一个地方 问我能不能开车载她过去 我鬼使神差的同意了 柳如烟想去的地方 是一个海边 准确来说 是一个湖 这里只有内陆湖 没有真正的海 今晚夜色很好 月光轻轻洒在湖面 波光灵灵的景象 十分扬眼 如果是上一世 和柳如烟有这样单独相处的机会 我会无比喜悦 现在终究物是人非 几博打 你知道吗 上辈子我最恨的人是谁 我想了想 自嘲试地回答了她 难道不是我吗 我撕了你的情书 害你和梅吉伯错过了 柳如烟笑了笑 上一世 你总说喜欢我 可我总在想 你是真的喜欢我吗 还是只爱那个大家口中 人人称赞的完美女孩 几博打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你一直都在做那些 感动自己的事 你口口声声说 喜欢了我十年 可你真的知道 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你又了解我多少 到现在 我们已经认识了 二十多年了吧 说到这 柳如烟狡狭地朝我笑了一下 我沉默地听着 心里却卷起了巨浪滔天 她的每一字每一句 都直击我的心脏中心 我知道你是唯一对我好的人 可是 我怎么都做不到欺骗自己 我还是无法喜欢上你 十年时间 如已 你是个完美的朋友 但不是个合格的恋人 你们都在对我好 可是我根本不配啊 我也不想要 柳如烟示然了一板 把所有的话都说出了出来 前世今生 看着我惊讶的表情 她忍不住笑了出来 一如当年那个活泼开朗的 我也终于明白 为何重生回来的柳如烟 会全然变了一个人 她站在湖边的栏杆前 站在风里 像一只自由的鸟 柳如烟被她妈妈逼着长大 压迫太久 形成了一种并开心理 她太想要自由 可是世俗的条条框框 都在压榨着她 所有人都在逼着她向前 出生在单亲家庭 她从小就缺少父爱 但在妈妈密不透风的母爱下 她不得不懂事 不得不成绩优异 不得不攻城名就 可是 从来没有人问过 她本人愿不愿意 所以这一事 她彻底放纵自己 她本来就不愿意活下去 所以才选择自杀 可上天跟她开了个玩笑 让她重生了 她想走一条 与前世不同的路 这一次 她想做自己 柳如烟爱她的妈妈 但也恨她 回去以后 我被柳如烟那一番话 彻底震主 原来柳如烟 一直是看得最明白的那个人 她在清醒的沉沦 而我也蒙蔽了十年 才终于看清 或许 我们每个人喜欢她 都是那个为人称赞的柳如烟 而不是真正的柳如烟 我甚至自欺欺人 深情地喜欢了她十年 其实我什么都不是 第二天 柳如烟自杀了 额外 和上辈子一模一样 我感到食指看到满地的鲜血 整个浴缸里都是血水 蔓延出来 流到了地板上 柳如烟面无血色 静静地躺在浴缸里 嘴角露出一抹满意的微笑 而我手机里还留存着 她给我发的最后一条消息 几博答 真抱歉又要麻烦你一次了 希望我的目的 能选在一个靠海的地方 最好离她越远越好 我不想要再有下一次重申了 谢谢你 望你安好 柳如烟翻外 从小 妈妈就对我要求严格 什么都让我争低 就连交朋友 都要和成绩最好的那个人做朋友 幼儿园 没拿到老师奖励的小红花 回到家被逐条打手心 手痛的连打笔都拿不稳 小学 数学只考了90分 回到家被罚不许吃晚饭 空着肚子做数学题 做错一道题 打手心一次 出高中 没拿到年纪低 不允许去画室 那是我唯一的爱好 唯一的娱乐放松活动 排名掉一次 就关一次禁闭 家里那方小小的阳台 成了我的专属禁闭室 大学 没拿到奖学金 宗策分排名低 被扣生活费 不允许谈恋爱 不允许十点还在外面玩 所有出格的事都不允许做 做任何事都要和她抱怨 晚一步 电话就打了过来 她甚至会守着我的微信部署 看看我一天去做了什么 戏意中最深刻的 是十岁那年让我背的一首诗 王博的腾王格旭 明明是出高才会学到的古诗词 她却要求我现在就背下 因为有特别多的生体词 我一直记不住 被关在阳台一整天 从早上到晚上 那天的风很大 我穿着一件单薄的小背心 在阳台吹了一天 无论我怎么叫她 怎么哭 她都不理 她只是冷冷地说 等你什么时候会背了 什么时候再让你出来 那天后 我整整发烧了三天才好 可是好了后 她开始心一轮地折磨 后来我学乖了 她说什么 我都照做 不敢偷懒任性 一切我都依照她说的来 因为她说 奄奄啊 妈只有你了 我一个人把你拉着打 多不容易啊 所以你要优秀要变得很厉害 这样才能对得起我 母亲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太过沉重 那些期盼压在我的肩膀上 我承受不住 我走不动 奄奄啊 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爸早些年没了 要不是因为你 妈早就跟她一起去了 奄奄 你就是妈的命 你一定要争气知道吗 这个观念已深入骨髓 只要我一做错 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我不配活在世上 我的妈妈那么爱我 我怎么能不听她的话 他们所有人都是为了我好 我不能不知足 乖巧懂事的面具戴酒了 就再也摘不下来了 工作后 她终于插不上嘴了 可她又开始操心我的婚姻 她给我安排了无数场相亲 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她介绍的每一个人我都不喜欢 最后 她看到了吉伯达 她一向最喜欢她了 好啊 那就如他们所愿 反正吉伯达喜欢我 那我就嫁给她好了 直到那天我看到了班群里的消息 那个叫梅吉伯的人 我突然想起高中时代 我那平平无奇的高中三年 原来还有人在暗恋我 还有人会通过写情书来表达自己的暗恋 虽然她被撕毁 但我也全盘接受 要是能重来 我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我想打破所有稚固 我想听从内心一次 不再被我的妈妈支配 而我最大的抱负 也是唯一一次反抗 就是我的自杀 我亲爱的妈妈 如你所愿 我长成了你想要的样子 但是下辈子 我不会